这是谁啊 卑职攀于支县道通 连自己的饭碗都拿不好啊 这位支县实在是太刚了 朱元璋正在旁边训人 他为了吸引皇上的注意力 竟然故意打碎手中的欲望 朱元璋听到动静后 果然走过来问话 卑职心里憋屈 一时失守 罪该万死 看你还挺硬 憋屈什么 是不是觉得对你的考核有不公平的地方 卑职有难言之意 说出来 陛下 道通刚想一吐为快 却被一旁的上司插嘴打断 他跟朱元璋解释说 道通是因为刚刚上任潘于县 就遇到了朝廷下达KPI考核 经验不足的他 才会政绩平平毫无见书 上司都已经开口了 道通也不好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反驳 只能委屈心里藏 默默地捡起地上的碎片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就因此放弃 在宴会结束后 他竟然横冲直撞到朱元璋面前 主动说出自己的苦衷 有何冤屈 这广东的事是一言难尽的 接着说 被职并非不能做到称职 只是 这潘于的支县难当啊 都支县 如何难当 起来说话 原来潘于是军队的驻扎重地 然而士兵们不好好镇守边关 还到处为非坐歹齐亚百姓 道通身为潘于的父母官 他可以治理好黎明百姓 但是无法管束兵丁 在被职之前 也有两届县令干不下去了 被迫辞关 朱元璋一听 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表面上在说士兵寻衅滋事 实际是在暗示 开国元须两广都居朱亮族 目无法计纵容不下 但身为天子的他 不可轻易在臣子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只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你是不是认为朕没听懂你在说什么呀 无论何时 天底下总有知法犯法的人 倘若天下无事 朕还认命你们这些官吏何干 朕刚才还说得清清楚楚的 无论何人 他只要胆敢贪赃枉法 骚扰百姓 就严惩不待 被知明白 这是 你要胆小怕事 你就尽早辞官 回家去吧 道通当场立下父爱 他表示即便是豁出性命 他也要做一名好官 朱元璋一向杀伐果断 怎么遇到朱亮祖的事 就避重就轻了呢 当然了 朱元璋是不可能 会怕区区一个朱亮祖的 只是迫于目前边关形势紧张 还存在元朝的残余势力 所以这个朱亮祖确实还动不得 还需要他来镇守边关 而此时的朱亮祖 正在跟昔日战友享受美酒佳肴 一会儿我再给你们找几个女人 好啊 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意思 你们在京城不敢干 要玩女人到我们广东去 我让你们开开眼睛 几杯酒下毒后 朱亮祖又在众人面前炫耀起 自己新建的豪宅马上要落成了 豪华程度比王爷府有过而不及 一旁的人还劝说他悠着点 莫太嚣张 小心受人以便 皇上三令五身不可穷奢极尺 而且宅地是摆在明面上的 万一被皇上知道了 小心脑袋搬家 朱亮祖却对此嗤之以鼻 怕什么 元章这个老爷 坐了江山就把弟兄们给忘了 为什么三令五身 要不是咱们给他卖命 他还能坐上那把龙椅吗 众人连连复合朱大将军的话 并重提昔日的冲锋献阵 那时候的朱元璋 什么承诺都敢对他们取下 说好只要打下江山 大正称金 大碗喝酒 共享富贵 可现在他当了皇上 咱倒成了要饭的了 什么都成了恩赐 还特意搞了一个深界公侯榜 这不就是专门用来针对他们的吗 朱亮祖对此更是不屑一顾 让他们不要怂 我告诉你们 朱和尚 他也就是欺负那些鸟文官 对咱们 他不敢 此外元朝势力还在 他还得靠咱们 把守边关 他对咱们 也只能睁一只眼 屁一只眼 我早看明白了 其实朱亮祖如此飞扬跋扈 是有根据的 根据史料中记载 朱亮祖早年曾召聚乡兵 宝玉乡里 因战绩出众 被袁廷受为义兵元帅 后因形式南下驻守于宁国府 至正16年 朱元璋攻克宁国 俘获了朱亮祖 因其骁勇善战 仍让他担任原职 但朱亮祖在朱元璋挥下仅效力几个月 便判归元朝 而后数次击败朱元璋的军队 再次占据宁国 一年之后 朱元璋围攻宁国征讨朱亮祖 朱亮祖拼死突围 永不可挡 朱将都不敢上前阻挡 最后朱元璋亲自到前线督战 这才擒获朱亮祖 朱亮祖被绑到朱元璋面前 对朱元璋说 要杀就杀 您若不杀我 我就为你笑死力 朱元璋虽将他流于麾下 归附朱元璋后 他先后参与了明军攻灭陈友亮 张世成 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战争 又随军平定广东 广西 四川等地 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朱亮祖担任两广都军 把守边关确实需要靠他处理 但也是因为有他 广东那边的政绩考核 才会那么难看 道通这个攀与之陷 一心未明 只想当个好官 可朱亮祖的人整天来搅扰 害得他今年考核只得了个及格 上司徐本劝他 这朱亮祖一般人可惹不起 皇上还得靠他剿灭雇员残匪 你得学会官场上的权益之计 可道通业十分倔强 徐大人 人要脸 树要皮 为之宁可死 来年也不敢再讨这碗饭吃 上不负皇恩 下不负百姓 这才是道通的围观之道 说吧 抱拳离去 这时候 朱亮祖也准备打道回府了 道通反应的情况 朱元璋也并非一点不在意 趁着朱亮祖到别之际 他还是旁敲侧击的敲打提醒 朱亮祖嘴上乖巧硬唱 但回到梁广的他 决定要压榨一波底下的官员 开心开心 他让管家将乔迁新居的帖子发下去 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不能纳下 这可都是历史 道通回到潘渝县 师爷第一时间恭喜他 居然还能够在潘渝留任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但更令人忧愁的是 朱亮祖又派人来要钱 但青年的道通拿有钱给他 真要筹钱的话 最后还不是在老百姓身上搜刮 老爷 您要是真觉得为难 是不是找徐大人好好说说 这去换个地方 我想徐大人也能够理解的 我不是没想过 可我不能这么做 正聊着 兵马斯来人求见 正是来送朱亮祖乔迁新居的帖子 又是新宅里 据说比王爷府还大 真不知道皇上知道以后会做何感想 皇上就是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朱亮祖是开国元勋的 乔迁当日 朱府门庭弱势 来往的官员络绎不绝 可朱亮祖看了一眼 礼金不获就不然大怒 你们送些什么破烂 把颜知府的箱子抬出来 抬上来的箱子打开一看 满满一箱子的惊气 底下的官员大为震惊 敢忙起申请罪 说自己送的礼实在是拿不出手 朱亮祖接着威胁众官员 时要敢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 被他知道 定将他无马分尸 可朱亮祖始料未及的是 这个打小报告之人 不但主动现身找到了他 还把他骂了一顿 道同表示 潘于县的百姓们 本就生活窘迫富世沉重 现在兵马四千户 竟然还要加征军饷一万三千两 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额外的负担 他还让朱亮祖约束好自己的军队 别总是在潘于勒索名财 为非作歹 朱亮祖大为震惊 虽然他不当大哥好多年 但也还从未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气得他眉毛直竖起来 当即就要把道同招起来 道同直接亮出底牌 此次进京接受圣上的考核 有幸与陛下谈道攀语 陛下当面训斥了卑职 要求卑职努力工作 秉公执法 卑职怎敢玩乎执手 朱亮祖文言反倒生出了些许忌惮 他以为道同在朱元璋那儿 得到了什么上方宝剑 可以先斩后奏 朱亮祖尽管由棉丝铁券 却也害怕被治罪 于是他急忙派人调查 道同从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什么面语 但道同哪有什么面语 道同这招险其事让朱大将军消停了下来 可攀语却一刻不得消停 朱亮祖虽不敢亲自动手 但他手下有地痞流氓罗成人 他纵容磨成人在攀语为非作歹 这一招可谓是极其阴毒 罗成人可是朱亮祖新进的大舅哥 抓了他 就等于公开与朱亮祖作对 可不抓他便是失职 这个道同竟然敢利用进京考核告老子的预装 他以为老子没有办法对付他一个小小的支线 他还嫩了点 我在湖南就用他这一招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 一招他一招之中的一招行